延宕多时的台北市社子岛开发案 近来北市府已将区段征收的事业计划修正案送交到内政部 而台北市长蒋万也与内政部长林又昌来面谈 针对交通的部分除了规划轻轨之外 也将卢社大桥升级为绿色桥梁 期盼中央地方可以达成共事 才可以符合当地居民的期待 社子岛开发案最新进展 台北市地震局日前已将区段征收事业计划修正案送交内政部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针对交通部分 与内政部长林又昌当面进行沟通 初步达成规划轻轨与五谷泰山串联 另外卢社大桥更要升级为绿色桥梁 桥上只能通行单车等绿色运聚 基本上这是一个整体的讨论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那的确是需要整体来看 包括跟新北还有卢本湖南整体的开发有关 所以我想整体我们都会认同这样的一个方向 蒋万安指出卢社大桥的新建 与新北市卢州的整体开发密不可分 如规划完善更能避免造成堵车的缺失 因此未来将持续与新北市府 还有中央进行沟通 让社子岛整体发展往前迈进 中央地方我们是一起努力 来让社子岛整体的发展往前迈进 第二我们也有共识 也就是未来很多议题的讨论 以及意见的交换 不必然一定都是通过公文的往返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来就 很多议题和不同意见 直接沟通让整个推动的进程更有效率和快速 针对社子岛交通部分的规划问题 蒋市长也要求交通局 捷运局地震局等相关局处 透过台北新北的双北首长平台 直接沟通联系 未来会做更细部的讨论 以符合当地居民的期待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为了加速台北市老旧建筑都根 北市府再提高率离子混泥土建筑物575专案计划 而针对海沙屋重建机制 新增了公办都根的方式 只要是经过北市列管 需拆除重建的海沙屋 都根意愿整合超过50% 不论基地大小 市府团队立即投入资源 以专案的方式提供建筑 还有财务的快速试算 协助迅速进行重建 而目前列管的33案 也可以立即使用 台北市老旧建筑 不只影响市容 跟攸关民众居住安全 尤其海沙屋造成水泥块剥落 居住品质堪忧 为了加速都市更新 北市府再寄出高率离子 混泥土建筑物 575专案计划 只要是市府列管的 需拆除重建海沙屋 经过半数住户同意 就会进场协助杜根 第二阶段如果 因为调查超过75% 我们就会公开评选实施者 进入第三阶段 所以未来我们相信 会有非常多海沙屋 透过575的专案 能够加速整个改建的程序 那目前我们了解 已经列管 而且符合资格的就有33案 第二阶段由北市府联合民间技术团队 规划建筑财务草案 并向社区办理说明会 经议院调查打75% 就可进入第三阶段 启动公开评选实施者作业 由实施者拟定事业计划 及取得住户同意 并协助后续都更计划报和 及重建工作 民间自办都更常因为经费分配问题 难以整合住户意见 加速都更作业 台北市放宽限制 由市府统筹办理 提供补助减轻住户负担 提高都更意愿 让民众可以住得安心 记者邱盛明台北报道 为了保障住宿市长照机构的住民权益 让被照顾的失能长者 可以获得良好的照护品质 台北市卫生局落实评建制度 定期的进行督导考核 而并配合卫福部办理评建 合格单位才会公布名单 确保长者的入住品质 长辈们与照护员围在桌旁 正在动脑玩桌游 这些都是入住长照机构长者的日常 而入住有政府立案的合法机构 才能获得确实的照顾 民众在为长者选择长照机构的时候 可以查询卫生局公告合法立案机构名称 或者是审阅定型化契约书 检视是否有提供合理的审阅期间 以及明确的长照服务项目及内容 我们会进行督导一个访查 那也会配合中央去办理评建 台北市卫生局落实评建制度 定期进行督导考核 并且配合卫福部办理评建 机构每四年接受一次评建 合格单位将会公告于卫生局 以及卫福部网站 以保障长者入住的安全与生活品质 角藏花庄报导 台北市北投区一家老字号迎楼 遭到嫌犯装扮成顾客 抢走151条的金项链 价值是高达800多万元 而警方组成专案小组查器 在不到12个小时内 在国道拦截搭车逃亡中的嫌犯 并把脏狂还有证物全数的追回 依刑法强盗罪移送法办 小黄在国道上行驶中 突然被警车前后包围 司机吓傻了 只好乖乖配合停车 原来他不知道后座载的客人 是抢迎楼的嫌犯 事发在2月29日下午 嫌犯来到北投区一家老字号迎楼 谎称要结婚买金饰 老板娘正在介绍时 直接整盘抢走 总共得手151条金项链 价值800多万元 他先后变卖4条 所得赃款30多万 想找当铺继续变卖 但店家都已经打烊 只好作罢 为了规避警方查契 两次来换装 同时购买球鞋来更替 同时一路多次换搭计程车 在台北 苗栗 台中 台南 高雄 等地的大街小巷来穿梭步行 目的就是要制造断眼 来规避警方侦查 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涉案的审信嫌犯 只用了不到12个钟头 就将他逮捕归案 并把赃款及证物全数追回 全案依刑法强盗罪移送法办 是零地检署深压或准 记者邮祥亭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迈入高零化社会 家中的长者出门 可要特别的注意行踪 台北市警察局大案分局 和平东路的派出所 接到一名老先生报案 表示85岁罹患失智症的太太 在捷运站走失 而远警是立刻的调阅监视器画面 确认老太太可能移动的路线 结果不到半小时 就找到迷路的老太太 协助一家团圆 但安分局和平东路派出所远警 带着85岁的洪老先生 来到捷运古亭站沿路查访 找寻与他同年纪 失智老太太的下落 果然黄天不负苦心人 没多久就有热心民众提供线索 原来当天上午 洪老先生带着妻子到市区购物 搭捷运回家前 老先生先到捷运站内上厕所 没想到出来后 却不见老伴身影 焦急万分的他 在捷运站周边找了好久 却便寻不着 只好打110报警求助 所幸远警及时调阅监视器 确认老太太的身影跟动线 在沿途寻找老太太 可能落脚的地点 结果不到半小时 就在罗斯福路三段上 找到迷途的老太太 远警通知老先生跟儿子 赶到现场 让老太太平安与家人团圆 家属也对警方迅速找回家人 表达由衷感谢 记者顾蔡永 台北采访报导 新闻最后一起来关心 各地有什么活动讯息 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